標題說的是沉重的艾滋故事 那的確這小男孩染上了艾滋病不是他的錯 但總之在那個知識還沒有開發的年代 所以他承受了一些不太應該承受的社會壓力 好anyway 大家好我是Paul 周圍到周圍英文去讀 來我們讀一下他的故事是什麼呢 他的名字叫Ryan Wayne White He was born December 6th 1971 所以其實比我還大 was an American teenager from Kokomo Indiana 既然有這個城市叫做 Kokomo 有趣 印第安那州 who became a national poster child for HIV AI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his school barred him from attending classes following a diagnosis of AIDS 所以他變成了一個我們這邊講poster child poster是海報 那child當然是小朋友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會說 誰誰誰誰是一個poster child 也就是說他現在成為了這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什麼什麼議題的一個就是最響亮最知名的一個代表性人物 我們就說這是這一個議題的poster child 大家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人呢 這位White 懷特先生 他變成了 美國的這一個 HIV AIDS 就愛滋病的這一個poster child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學校 他的學校 不讓他上學 因為他被診斷出愛滋病之後 就不讓他上學了 所以不讓他上學 這也用了片語叫做 bar b-a-r so you bar somebody from something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動詞用法 so he was barred 或者應該說是 the school barred him from attending classes 所以讓他不能上學 在什麼之後 following a diagnosis of AIDS 所以他是診斷出了愛滋 那為什麼呢 Ryan was a hemophiliac 那這裡的hemophiliac是邪有病 這個字可能大家還沒有說很熟悉 病的名字多萬就是 你遇到就遇到 你遇到就算了 那你看錯說不定看成homophobia 那是恐童症 那不對啦 homosexual是同性戀 那他都不是 他是hemophiliac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邪有病 OK邪有病 其實我也不知道邪有病是什麼 但總之他邪有病的關係 然後他就被那個 等於算是污染過的血緣 可能書寫的時候就不小心得到了 he was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from a contaminated blood 所以這個contaminate就是被污染過的 so after his diagnosis he was given six months to live 所以診斷出來之後 醫生說你只有六個月 醫生給了他六個月的時間 繼續活下去 那當他回到 試著嘗試回到學校的時候 不讓他回去 so when white try to return to school many parents and teachers in Howard County Indiana rallied against his attendance due to unwarranted concerns of the disease spread into other students and staff 所以這裡有 我不太確定同學看不懂這句 所以我們把它好好講解一下 所以當他想要回去學校的時候 很多家長以及老師 rally against his attendance 這裡大家還ok 所以rally這個字其實就是 像集會遊行就是一個rally ok 當然在運動比賽裡面 rally這個字是從後面後來居上 ok 所以 you can rally to win 所謂的rally to win 就是你本來落後 然後後來贏了 後來居上超超車的然後贏了 那一般來講的rally就是 集會遊行之類的 所以這邊的老師們跟家長 rally against his attendance 所以就是總之大家一起 不要不要不要讓他回來 那為什麼呢due to就因為沒問題 due to unwarranted concerns 那為什麼不講concerns就好了 講個unwarranted是什麼意思 其實也就是他們的這個 擔憂是沒所本的 無所本的擔憂 因為你知道艾滋病 他要是沒有性生活 性行為的話 或者沒有經過協議的傳遞的話 是不會傳染的 你可以擁抱他 親他都沒問題其實 所以這裡unwarranted 我們就可以大概很輕鬆的 可以把它翻譯成就是 呃無所本的 so due to unwarranted concerns of the disease spreading to other students and staff 所以這些concern 也就是這個疾病 會傳遞到其他學生 跟教職員的人身上這樣子 那令他的醫生驚訝的是 他活了他多活了五年 so surprising his doctors Ryan White lived 5 years longer than predicted he died on April 8th 1990 所以他在90年才過世了 所以算起來幾歲啊 71年出生90年19歲 ok好 所以這是一個算是 呃蠻可憐的一個故事 那這算是 時代的眼淚大概是 現在大家對愛滋病的了解 我不知道欸 其實我還是會覺得有的人 對這個病就是害怕到一個 這個很誇張啦 我記得聽過一個朋友 這大概已經是 差不多也是2000 西元2000 大概2010年前後的事情 對2010年前後 也就是大概13年前 14年前的事情 一個朋友在醫院當義工 然後他說他接觸到 不小心接觸到一個 我愛滋病的人 然後他就 因為他在跟我描述這件事情 他的描述就是 他當時就是 跑回那個 就他們一公換衣服的地方 把東西換下來 然後他就說他在身上 拿酒精還什麼鬼 在身上 細細的噴了三次 然後當他講這些內容的時候 他講的是一副理所當然 他就說我就是應該這麼做 然後我那時候也不想說什麼 我就覺得幹你好無知喔 沒有 不會這樣就傳染的 那然後 反正他在講的時候 他就一副真的是覺得 那個對方就是一個 社會獨流或之類的感覺 那你怎麼知道他是因為 就是 這到底在道德上 如果說今天一個同性戀者 那他因為進行同性戀的行為 然後得到了艾滋病 你可以說這是活該嗎 還是這就是一個他人生的選擇 那我個人是覺得 炮是要打的 OK 那 那 你即便再小心 你也還是有 染病的可能 你帶保險套 有可能會得性病 甚至有可能懷孕 那難道你會因為這樣 就因爲廢時不打炮嗎 不是嘛 就我們說我們把 該做的measure 都做到滿滿滿的 那要是還是發生人生的意外 我們就 我們就坦然接受他 所以今天他接受到這個艾滋病患 我不知道他對他的人生多坦然 可是他如果真的很坦然的話 然後你用這種歧視的方式對待他 把它當成是社會獨流之類的 我覺得對他來說是不公平的 那或許我這樣的看法 你或許也不見得同意 但總是我說 我是把我的部分說完了 要是你有什麼想法 或許下面可以留言一下下 好anyway 那到這邊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故事短短的 唉 另外滿難過的 好anyway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